为什么我的苹果罗除枣效果好还不爆钢 你说气不气 大家都知道除绿斑枣这种顽固枣类 黑壳瞎不行 需要用罗或者污二泉 我这次实验的是苹果罗 40天前我下了苹果罗 这次我证明了两件事 一 苹果罗的除枣效果到底怎样 二 都说苹果罗容易爆钢 我是怎么做到让它除枣的同时又不爆钢的呢 先说下第一件事 除枣效果怎样 大家看视频就行了 之前我的缸里有很多绿斑枣 尤其是插柱花 迷你选心栏和焚虎耳上都有 但是现在缸里一丁点绿斑枣都没了 特别的干净很清爽 所以苹果罗的除草效果很好 再说说第二件事 怎么让苹果罗不爆钢 大家都知道苹果罗的繁殖速度很快 如果爆钢的话 钢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罗或者罗卵 影响美观 但是我这个小水草缸你们看一下 除了我40天前放进去的这十几只大罗 根本看不到一只小罗 也看不到罗卵 给大家看一下侧面的水草缝隙 真的是一点也没有 首先我声明一下哈 这个草缸我从来没清理过罗或者罗卵 我之前还特意多花钱买的全是红色的苹果罗 因为普通的苹果罗是红的黑的混一块 我就怕黑的它爆钢之后很难看 唉 早知道能做到它不爆钢 就不多此一举了 还多花钱 但是再看我另一个专门养苹果罗的小缸 苹果罗已经算是爆钢了 到处都有小罗 这两个缸里的苹果罗是同一点放进去的 都是放进去了十几只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个小鱼缸里的苹果罗爆钢了 而那个水草缸没有 甚至都没有怎么繁殖 我分析了一下 也结合了我之前查过的资料 发现主要有两点原因 让草缸里的苹果罗没爆钢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这个缸里的二氧化碳充足 24小时开着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 二氧化碳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抑制苹果罗的繁殖 这次我信了 真的是这样 而那个小鱼缸里没有二氧化碳 苹果罗就繁殖的很快 第二个原因就是 这个缸里的电王灯会吃小罗 所以即使是罗繁殖的 电王灯也会在罗很小的时候 把它吃掉 这也是我刚发现的 而且是亲眼看到的 以前我只知道巧克力娃娃会吃罗 现在才知道电王灯也会 我把电王灯放在这个小鱼缸里 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我手指上 这是一个小苹果罗的幼崽 应该是刚孵化出不久 下面我把它丢进这个小鱼缸里 看看电王灯怎么把它吃掉 丢进去 吃到了吃到了 看到没 第一口没吃进去 后面就吃进去了 而且我这边看得很清楚 没有吐出来 上次我看到的时候 这只电王灯还把一只小罗给嚼碎了 那个感觉快赶上巧克力娃娃了 所以我这个水扫钢 苹果罗不爆钢的方法就是 一 二氧化碳24小时充足供应 二 电王灯吃罗 是 公开机 7个小时充足